新人最后来看到不用到博物馆 也能一窥古生物的演化历程 苗栗县竹南国中跨区跨校整合了资源 即日起到3月17号 在寻常小学堂进行策划 阅读地球的记忆常见化石展 涵盖国内外还有县内动植物等丰富种类 三叶虫 恐龙 脊椎动物化石 全都从课本里真实呈现 有深耕化石研究的高崇市立林园高中老师杨庆红提供 超过200件的化石标本 种类不仅有国内外动植物 还有苗栗县的在地化石 一般人看到恐龙蛋 可能我们都觉得它只是一颗普通的石头 但是今天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珍宝 另外要特别讲了 我们竹南国中有创意自然的课程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我们从厚宝宝的养殖 到最后面它的放流 竹南国中对于课程之间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么也希望各界给予支持 另外我们竹南国中校长 顾芳江校长 对于这次的活动 他也是全力的一个支持 那么所有的行政团队 还有家长志工的投入 其实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 战场分为八个主题 首先揭开地球生命发展史 接着从寒武器大爆发开始 一路深入探索 除了部分展区可近距离触摸 清修体验活化石后等两大特别区 令学生兴奋不已 一进来这边我就看到非常多的化石 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在那边有一个活化石后 我觉得后很可爱 我觉得很新奇 因为在书本或者是在电视上 通常看到是国外的化石 然后这次特别区分出台湾 还有苗栗的化石 就是特别看到我们这里在地的 对 我觉得很特别 还可以看到它实体大小 甚至有设一个触摸区 我真的觉得就是跟平常很不一样 即日起到3月17号中午 在中南国中寻常小学堂限定展出 校方欢迎县内各级学校与约参观 充实自然科学知识 探究古生物之美